再次看到高雄是某國中學生 喪外活動 爆出疑似集體食物中毒 師生總計四十九年 腸胃不舒服 湧入醫院的急診室 來救鎮 新乳縣衛生局 還有桃園衛生局接獲消息 前往學生用餐過的餐廳 積查 這個菜單曝光一桌兩千元 不過桃園這間餐廳也被查出 多達十三項的環境衛生缺失 一群學生排成一列 進入醫院急診室準備就診 高雄某國中畢業旅行 疑似發生集體食物中毒 二號晚間有二十六名學生 腸胃不適掛急診 三號早上又新增二十二名學生 一名領隊來就醫 共同症狀包含肚子痛 噁心腹泻等 共有四十九人就醫 這所國中共有一百四十三名學生 參加畢業旅行 二號先去新竹六福春晚 吃了午餐 晚間再到桃園大溪老街 一間火魚餐廳用餐 隨後下塌苗栗一間飯店後 陸續傳出學生腸胃不適 一是瓶孤為感染性腸胃炎 多為輕症無需住院 隨後通報衛生單位 新竹桃園衛生局接獲消息後 立刻前往餐廳機查 西菜的這個嗎 對 二號晚間學生就是到桃園這間餐廳用餐 衛生局機查員立刻趕來 對菜單還有廚房環境進行查驗 廚房作業環境衛生 健有蜘蛛絲 病媒蹤跡 牆面不解 地面凹陷還有門川五 病媒防治措施等13項缺失 不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衛生局機查後發現餐廳多項缺失 限期改善將於六號複查 複查若不合格 依據食安法最高可裁罰兩億元罰還 而究竟是什麼引起學生腸胃不適 但是也要進一步調查 記者賴文良 視頻華綜合報導